这几年雾峰区公所和社区学校一起赋予猫头鹰 为生态尽一份心力 为了记录这段过程 最近公所和南开科技大学合作 规划制作一本猫头鹰绘本创作并且公开征建 吸引在地国中小学生热情响应 评选结果出炉 这天主办单位举行一场颁奖典礼 希望猫头鹰能够在雾峰扮演长存 贵宾颁奖得奖的这些学生是来自雾峰在地的国中小同学 他们是参加公所与南开科技大学举办的猫头鹰绘本创作比赛 用画笔线条与图像将在自己家园附近生活的生态记录下来 我的画是画图书馆的里面 然后是旧教育品 然后这一幅画是以为图书馆旁边的 有很多猫头鹰肖像还有小矮人 然后这里种了很多树 然后妈妈、爸爸和爸爸 他们剩下两颗蛋 那我们务工工所呢 在这几年呢就把比较讨喜 又有趣的一个猫头鹰的一个生态的鸟类 那我们来做一系列的一些推动跟宣传 主管导臺表示这几年与社区学校赋予猫头鹰 为生态尽一份心力 因此规划这本绘本创作 以猫头鹰为主轴 串起当地友善农业以及学校在生态保育教学的成果 有点成熟又不是童真的作品 让人为之惊艳 因为我之前有去过这个地方 去的时候看到它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就照着脑海里的想像把它画下来 就是其实他们这个就是线描画 有点像那个比较那个抒压的那个缠绕画那种 就是这种的那个画图 对啊这个画图有时候也是一个抒压的方式 这一次活动是雾峰的一个生态保育的一个问题 就是猫头鹰 那我们结合我们学校的多媒体动画系 那透过他们的专业 然后我们有计划希望以后会透过这些小朋友的画图 然后透过这些会画 然后从大学高中国中到国小 然后把它串起来 大家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做 大家一起将草稿作品上色 之后这些绘本创作将会用电子书来发行 期待猫头鹰等动物与人类共存 也能够推动在地观光 接下来雀风台中厂报道